穿着一双假脚托 起手势预备 想催了油门 一流研究到尽头 超马老爹罗维明 二十年前误打误撞 接触马拉松 开启挑战之路 从全马到超马一百公里 一千公里 不断打破自身记录 也在赛事上拿下好成绩 目前五千公里 这两年我拿到前三名 当然还没有冠军 但是我是五十五岁以上 最快的记录 超越自我 除了五指径练习 找到步调 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 这个赛事准备蔬食的 我们就尝试一下 后来也慢慢就是说 从锅边树 然后慢慢加了认同 吃了树 当然现在还是蛋 有加蛋 叫蛋乳素 但我觉得身上的体能 果然不错 成绩越来越好 代谢快 身体没有负担这样就轻了 从日常感受素食优势 近年来吃素不再指 和宗教有关系 台湾早期七八十年以来 都是宗教蔬食 那大概从两千年开始 跟欧美的这个 维gan纯植物性饮食 接轨之后呢 就是吹起一股 这个蔬食上的 这个饮食风潮 我尊重生命 地球的环保 以及自己的身体健康 它愿意去改变自己的饮食 协会统计全台素食人口 超过三百二十四万 另外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 愿意在日常弹性吃素 尤其Z世代族群 更高达百分之五十 吃太多荤 我就会早一天 或一个礼拜都吃素 有一些素肉还不错吃 蛮喜欢健身的 所以吃素是有帮助的 蛋白质蛮多的 并不会觉得没有吃到肉 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或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还蛮多食物 可以取代肉类 可能以前多半会是 七成到八成的长辈 带着年轻人来用餐 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到 很多都是五成的年轻的顾客 带着自己的家人过来 素食趋势的变化 也反映在食材上 现在讲求的是多元性 所以像是这一盘白酱意大利面 用的就不是牛奶 而是燕麦奶 还有像这个串烧 运用的也是最新的植物肉 客群的喜好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一些坊间 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食物也好 央处有一个研发团队 我们都是会以这些新鲜的食材 或者是一些比较趋势性的东西 来做入餐 银河潮流 国内素食餐厅遍地开花 超过七千间 但随时想找还是不容易 画面一开始 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附近有什么样的素食餐厅 2021年素食者Vetro 创立素食地图APP 随时查询周边素食店家 点进去还能看到 种类地点 营业时间等详细资讯 它是全台第一个素食APP的地图 那以往的话都是在网站上面 人手一机 最方便的就是APP 长辈如果他有在吃素 或是甚至你失婚的朋友 你身边有吃素的朋友 你点开这个APP 他也可以马上找到附近的素食店家 全球素食商机预估超过4兆台币 超商退出专区 素食店也把植物肉 主打为期间限定商品 世界进入书醒年代 你还在等什么 大海新闻 林怡婷 叶怡玲 台北报导